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波足球快訊 星期日凌晨英超繼續進行 曼城將會作客挑戰阿士東維拉 作為衛冕冠軍,曼城今季實力依舊超強 加上夏天引入了超新星夏蘭特 曼城的班底極其洪厚,目前也處於連勝之中 今次面對終於連敗打擊的維拉 曼城帶走三分應該沒有什麼難度 謝拉特上季季中開始接手維拉的教鞭 他也完成了球會的既定目標 幫助球隊取得第14位順利互給 不過作為中下游的球隊,維拉今個夏天 就沒有買入什麼太好的強緩 而且隊內的標王迪亞高卡路士 近期更加因傷缺陣 維拉今季頭五輪已經輸足四場都不意外 再者,雖然維拉上季再一輪是面對曼城 當時還曾經以兩球領先 差點就可以成為冠軍的最大攪局者 可惜雙方實力差距明顯 最終被曼城3比2逆轉 到此,維拉最近十次對陣曼城都是一勝難球之餘 還要輸足九場 球員心理同樣處於劣勢 綜合上述所說,即使今次主場作戰 各方面都不佔優的維拉主場輪陷都在所難免 曼城上季驚險奪冠 雖然今季放走了捷西斯 和奧力申特先真高等球員 但夏蘭特的加文 以及祖里安艾華里斯的回歸 一樣令到藍月亮保持極高的水準 球隊頭五輪錄得四勝一和佳職 緊隨阿仙奪排第二位 特別需要稱讚的是夏蘭特 他用了五輪聯賽就已經征服了所有人 連續兩場聯賽可以武指氣法 在曼城的新來頭六場正式比賽就攻入九球 成為對史前六場入球最多的球員 這名挪威的球星在英超賽場大開殺界 即使曼城近期防守不算出色 但以他們超強的攻擊力來說 這次面對處於連敗打擊的維拉 曼城以攻代守 拿下三分應該不是問題 他們後衛艾美達拿破迪又繼續恩相眷勤 請坐下 對兩下wed進去 分級市場犯出色 你們還會看到 你們是否充分出色管理 我們會訪問 你們是否充分出色管理 你們現在是另一句 其實已經挺有主角的 我忍前進來 大小字的人